你们看下面这几个圈圈的东西 像不像你们手里的硬币 一不小心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这可不是一般的月亮 这是礼白诗里的月亮 还是会给物资的月亮 比心 今天挑战 只用中秋营地的物资去接 我要先帮你们猜猜点 看看上月都会给点啥 等你们放假再自己来抽抽 就这些呀 我还以为会有高级装备 空泡物资什么的呢 那这东西这么少的话 我得跑遍用的呀 自由烟肿送上门来呀 兄弟月亮上好做吗 你咋不一起上月呀 嗨 你们进凶就好 不用套留我的锁 好吗 这俩原来是一座 赢助我也呀 李大婆 一家人为啥还突突起来了 你瞧瞧 这不比我自个儿摸到的香吗 这波手朱袋突非常值得呀 才捡了一个拥地 我就已经富起来了 只要是多捡几个 那吃鸡必然不在话下呀 我得我得 他还被人丢上了 嗨 看不见他的泳子 我要不直接跑吧 哼 懦夫行为 我才不跑 他一顿突突 无非就是想赏约和要我的谬 君子成人之美 咱们先让他赏个够 对嘛 S圈影帝又添一盒 多剪甲子弹 我等一下就能少跑点路了 中秋影帝呢 拳突总共有七车 又是鸡党 哎呀 想不到路过鸡岗 还能搞到好几个人头 今天前半场属时 有点快乐了 之后来到第二处基地 上月的环节就省略了 一个人想这么一次 下次我也要天明上台一下 研究所的基地 刚落地我是不敢来的 你们有人直接来过吗 哦 行枪和AK 我选AK 上次光自原创武器的那期视频 出现了一些争议 主要的争议在于 我所使用的迷幻突击步枪 是不是光自原创 在设定任务枪时 我考虑到这把枪 在其他同类型游戏中 没有出现过 所以就选择它为 光自原创武器 评论里讨论到 是该武器在现实中 是否有原型 这一点我在规则中 没有解释清楚 是很大的失误 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抱歉 也希望大家能多多讨论 我真的跟评论区 学到了很多 以后也会用更严谨的 态度来做挑战 我去 瞧瞧这个小地图 压迫感十足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这一张 我丢 车里热蛋丢的有水平啊 上次我要是有这水平 哪也不至于那样啊 这烟大的永久的路线不要太明显了 走走走 下期给他们展示一下冠军的压迫感 只用中秋营地的物资之际挑战成功了 听说组队上有物资更棒哦 我是三生 下期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